这个演讲的结构 我应该是有一小时左右吧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说 大家随时都可以举手发文 然后如果比较害羞 比较不想举手发文的朋友 也有一个可以不用举手发文 就可以发文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可以扫这个QR Code 那如果扫不到的话 也可以手动接入网址 slipo.com slider.com 然后输入01018 就是今天日期前面价格 已经很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用输入网址的方法 或者是用小QR Code的方法 都可以到一个匿名的一个聊天室 那匿名的一个特色就是 没有人知道是谁问的 因为大家都在画手机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就可以让 就是比较直接的问题 也可以在完全去识别化的 这个前提底下 就问出来是他的一个好处 那第二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看到别人想要问的 你也想要问叫按赞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再打一次 那所以按赞数量越高的 因为会跑到上面去 那所以好比像说 今天这边可能二三十个人 那如果上面有个五个六个十个在 那我就会知道说 这边其实有相当多人 想要听我讲这一题 所以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在过程里面 那在过程里面 当然就像刚刚讲的 随时都欢迎举手 因为举手的话 我就第一个就知道是谁问这个问题的 比较可以有一个双向的对话 那二方面也是说 那就比较不会看起来 好像我一个人从头到尾 讲了六十分钟 不过这个也是会发生的啦 所以总之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那如果大家OK的话 我们就开始了 那做的方式就是 我会highlight一个题目 然后说 有五位朋友没想要知道 说在两兆各坚持之间的情况下 在协商的时候 通常是依照什么原则来处理 以及首先考量的会时身份 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介绍 我的工作目前是政务委员嘛 那其实还有坚持一些别的工作啦 那就是公务员坚持 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但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个 总之我平常上班时间做的事情 是政务委员 那政务委员到底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三十二个部会中间 去找出价值的平衡 然后行政院下辖三十二个部会 就把他想生三十一个NPO 就是每一个都是要花钱的吧 那每一年大概就想要花一些钱 做一些事情 文化部想要促进文化 教育部要促进教育等等等等 那当然有一个赚钱的庄银行 非常赚钱 那个跟文化关系不是很大 但anyway 总之呢 当这些不同的部会 发现一个新兴的事物的时候 他们就会碰到一个困难 就是说他们本来的组织章程里面 没有讲清楚说 这件事情到底要干嘛 那所以他们就会开始 有一些反射性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之前有协调过的一个案子 叫做电子竞技 那电子竞技 是我在当进行政院的 2016年10月的时候 是10月1号 开始跟行政院一起工作 正式当政委员的 那当时呢 就是在立法院有个工庭会 在这个工庭会里面呢 各种党派的委员 研修委员 保健委员 考虑医佣和斯大尔等等 都就是出席 然后他们就邀了很多电子竞技学手 然后来涂补水 跟放天灯 那大概也简单来讲就是说 就是涂补水部分就是说 他们小巨蛋也接不到啊 这个要别人来台湾 连那个签证Visa的那个名目都没有啊 然后这个毕业 这个就去当兵啊 那别的选手有替代仪 他们也没有替代仪啊 等等等等啊 有非常多这个 让人不舒服的这个状态 那但是也有一些天灯嘛 就是希望说政府能够补出这个产业啊 或者说政府可以去使用运动产业条例啊 等等等等 那但是这些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在当时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11月的这个初次稿的话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各个相关的部位都不认为电子竞技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碰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个跟我无关 好比像教育部的体育署就说 电子竞技它没有动到身体 所以不能说是体育 那我们说的其实有动到手腕嘛 对不对 这个是小肌肉 他们体育署果然是大肌肉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说这个不是啊 这个应该是文化表演嘛 表演艺术表演一些的文化部的 好那然后文化部的朋友出来就说 没有不管是亲戚书画 这种就是非常有历史悠久 这个源流的这个艺术 那等到电子竞技有个2000年的历史 再来跟我们看吧 所以也不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文化部就说 可是这个是新兴的产业 大家不是都很赚钱吗 这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那经济部就出来说 没有啦 如果你把他们比作成球员的话 我们只管球场 球员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卖硬体卖软体的这些公司 那但是实际比赛的选手 他们要有哪些价值其实都弄了无关 所以这个其实是三造并不是两造 然后A决的是B的 B决的是C的 C决的是A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行政院里面 通常政务委员会出来的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情况 就是每一个部位都觉得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这件事情又需要有人处理 那怎么办 就是先交给政委处理 那这个案子是有名的很难写调 就是之前写调了大概十年 大概都没有一个定论 甚至之前有一位行政院长 开始行政院院长他自己已经开办了 做出一个决议 但那个决议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你出去就被推翻了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部位 他个子其实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这样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出业原则 其实一句话讲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我当时加入行政院的一个工作条件 我有三个劳务协商的条件 这是第一个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担任主席的每一场会议 只要我在行政院里开 而且我是主席 都全部有注资的记录 大家都可以知道 每一个公务员到底讲了什么话 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资讯公开法要求 因为政府资讯公开法是说 这种叫你搞阶段 所以我们还在讨论的 其实是以不公开为原则 但是呢 它有一个例外条件 就是长官如果觉得说 这个对公益有必要者得了公开支 就是长官可以说这个公开对公益有必要 所以当时我就跟林圈的老师说 我来当政委可以 但是我主持的一切公开对公益都有必要 所以就不用再问了 全部的东西都是在大家编辑十天之后 十个工作天之后就马上公开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自从我当了政委委员之后 我每天都会在开门 然后开了多少场会啊 这个聚系迷移的全部都在这边 所以如果大家对好比像说什么 监理站宴车里程登山管理故宫 这个票物 什么一堆有的没有的啊 这个发展感兴趣的话 都在SA这个网站里面 我目前一共开了一千场会 跟四千五百个人讲了二十二万零四百零一句话 那所以 就是基金是很透明的一个很好的提前 那所以当时我才刚开始 但是我就已经跟三个部位说 玩些好可以 而且我绝对不会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不干他们的事 对不起这个你们 可能我听到的光有也要知道 所以我们的参事 这个夜宁参事就说 这边就是要做一个正式的记录 我们院内这个记录怎么样 无所谓 大家讲的每一个字啊 我们都公开出来 那公开出来之后呢 看到这些状况呢 这个 就是我会稍微做一个纵整嘛 就是绿灯的部分 这个他们有少数是同意的啦 那有一些黄灯的部分 就是其实不太同意 黄灯的部分就更多了 就是都不同意啊 但是没有关系我就如实的红派在网路上 那接下来我做什么呢 我就是去LL版就是PTT啦 那个Gossip Gossip就是八卦版 然后Bahampton Mobile01 然后等等等等 Yahoo电竞啊 如果没有讲到你服务的单位就很抱歉 但是其实就有很多啦 就是我就去贴 那其实这个社群是一个很相组织的社群 所以我只要贴一个 大家就可以开始就是转贴到各位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非常多专业的朋友 就在底下开始留言 那如果是PTT的话 其实一开始的留言大概都是没有看过文章就留的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带风向啊 或者是这个手不手的住戒停啊 或者是什么站稳组立组啊 这个都很多啦 那但是 大概到第五个留言的 他就会跑 一阵剑血电出这当中的玩笑 这是专业的五楼 那为什么 这么专业呢 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能够看完文章 然后又回的 所以前面四楼都没有看过嘛 那第五楼是看过又回的 那所以这表示他有这方面的领域指示 他还是这么快的看完这个文章 所以这个专业的五楼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就是呃 在将贴出去之后去搜集所有专业的五楼的意见 然后回过头来 把所有的专业的五楼的意见 把惊叹号拿掉之后 然后回来告诉 所有的部位 说这个 这边有很多专业的五楼啊 这个在这个 高斯均版啊 在OIO版啊 在这个地方有怎么样子的情况啊 然后这个出去之后民间的反应如何啊 去拿这个去做一个类似交叉结问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那所以就在这里面这个就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说 我就会告诉 呃 就是我的部位同仁说 呃 网路上面有这位专业的网友 他说呃 其实围棋选手现在已经是一种电竞选手了 因为围棋都是在网路上面下 然后AI以下的比人好了 然后整个训练的过程也都是透过网路来达成 所以围棋应该算成一种电子竞技 不晓得这一位这个文化部的同仁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然后他就觉得 好像我现在也有道理啊 这个 好像也是一种电子竞技啊 然后我就说 那这位我们又表示说 诶 那围棋选手目前享有这些这些这些文化部的优惠 我们可以把它推广到所有的 像围棋的电子竞技就好 回合制的就好哦 好 那就想念这个好像有道理啊 他会去讨论一下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要先去结合他自己的个人经验 好不像他真的有下过围棋 然后呢他甚至就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有就是集训部啊等等 那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经验 虽然跟电竞其实怎么样关系了 但是想办法去联系到电竞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阿华哥马刚刚打败了理事室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啊我起身是一种电竞 我就看电竞选手的能想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他就开始到达到说 电竞选手其实他培养的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人会起相似的地方 他这个同理性就开始出现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对教育部的朋友就说 好那他不是体育没有关系吗 那他是不是可以是一种表演 记忆文化的表演者 那他想可以啊 美誉嘛 美誉的部分不是体育的部分 那但是呢 即使是记忆文化的表演者 其实在教育体系里面 也是有他的这个 我们叫做机制啊等等的 这样一个track 所以我就说好那能不能比较这个 好比像他们的专班啊 加分啊等等的 就比较这些记忆文化的表演者 他会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回到立法院 因为每一次在公开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自己都要负责 所以他们事后呢 也会回去看个十天 然后他还跟我说 好了这晚这个 我看了十天之后 我觉得 哦一姐蛮有道理的 我当时太defensive了 这个因为他知道 我明天就要公开了 所以 有一点太decent defensive了 所以这个 可不可以这个 我加一个单数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 如果他是常态式竞赛 而且竞赛性质跟关键能力相关 而且具备足迹选拔过程 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 其他的记忆学手来看待 那王涵部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就这两个都变成了绿灯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条件 是缺一不可 一个是说他知道网友 不是来攻击他的 网友其实讲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没有道理 我都没有带回会议上 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也想要 sound professional 对不对 他也不想要一直被网友 这个觉得他一直在写 他们都没有做事 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动力 是让对方觉得说 自己真的有听得懂 对方的诉求 然后我在中间是 完全不下财势 我是确保说 每一次我把还没有 离情的整点做出来 那这样慢慢慢慢的 其实经过四个回合之后 全部都已经解决了 包含运动产业的套力 也就纳入了 这个电子经纪的选手 那可是你如果是看时间 其实也才过三个多月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反而如果你想要 在一次会议上 就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大家都拍桌 那拍桌如果没有用 反而就翻桌 那反而是说 在大家几乎拍桌就翻桌 而且没有要下财势 的情况下 我只希望你如实地 跟我讲你的状态 而且我会带给 另外一边的人 如果另外一边的人 觉得很生气 那他可以揍我 就是不会揍到你 然后反过来也是用一样的方式 然后把双方的 这个非语言的情绪 就近看好 通通的绿掉 那这个双方就才可以 比较进家心来 然后发现说 其实我做这件事情 也就跟我本来的文化价值 教育价值 经济价值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大概就是用 这样的一回的方式 用我们叫做 非同步 回合制的这个方式 不是即时战略的方式 来做这样子的协商 所以首先考量 其实就是一个 透明的程度 radical transparency 好 那有没有什么要追问的 就是稍微的 或者闲料的 因为没有 就会往下移动 那 就讲教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以我对政府部门的接触 会感觉上好像很像 你如果radical transparent的话 他会不会就是退属不讲 因为我不讲的话 你会这样 对 这是所谓不做不做的 这个概念嘛 那但是他如果都不讲的话 问题就是说 从网友的角度来看 就是网友讲的 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建议 然后教育部 左刮好 沉默 右刮好 这个其实更丢了 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专业的行政工作者 其实他的长处 就是在现有的法规体制里面 去找出一个行政事务 到底应该怎么样fit 他之前之所以不出来 是因为 第一个他怕说他彩线嘛 就是说 他觉得这些事情 教育部应该做 但他连文化部 是行政做的 所以最后三个部位 事情全部都到教育部头上 那这样子他的主秘 或者是他的部长 很可能就会说 其实就是 就是他其实有点乱来了 但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上 其实他就可以很旧事论 是说 我个人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说 如果有风险的话 是我在单 就是他如果有解决问题 credit是这个人的 可是如果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话 因为我是主罪协调的政委 所以我要去跟他的老板 就是教育部长 这个去 去讲说 这个很抱歉 就是没有办法协调出东西 都是不对等等 因为从外面网友看起来 他也不知道教育部长是谁 也不知道教育部主名是谁 也不知道司长是谁 他是看到 Odry Tom 就是这个账号 在那边投注自告 所以如果协调不成功的话 我是担负全部的风险 那但是他如果想出一些 innovative idea 一些创新的主意的话 他是有全部的credit 就是大家就会知道说 是这一位同仁 真的是非常的有创造力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Uradical Transparency 以前的状况 以前的情况是 他如果想出一个 很好的主意的话 那政委就收割走了 或者是这个部长 或院长就收割走了 那文官匿名性嘛 文官是没有没有名字的 但是如果就像刚刚讲 他不想要写了一个 所有主意 然后造成他旁边的人 全部都要帮他背锅 那这个时候部长 一定怪他嘛 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 就是说他是 绝对不会有credit 然后所有的这个blame 所有的risk 都会到他身上的这个matric 所以在Uradical Transparency的时候 这会刚好反转过来 就是说所有的贡献都是我的 所有的困惑都是他的 所以大部分公务同仁 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创新 那很多公务同仁 他的要求 如果他的长官跟属官 都在我们这个协调会议 有的要求就是说 那这个属官希望说 这个不要抢长官的功劳 所以有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 我就会开slide 然后你就看到 这个一堆属官 跟幕僚在那边划手机 然后那就出现很多 很好的见解 但都是匿名的嘛 那我就把它念出来 这个credit就是我的 跟他的长官的啦 那这样子他好像觉得 他也比较心安理的等等 所以就是比较希望匿名的公务 我们还是给他这样子一个玩到 但是如果觉得比较有创造力的公务 那其实大家就会知道说 是某一本公务员真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概是脱胃脏的方式 刚刚有了朋友 好没有 OK好 那看大家还有没有想要继续调论 好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玩 有八位朋友想知道说 沟通的时候是如何保持先平气的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我加入内阁的第二个原则 第一个是基金社同意刚刚已经讲了 第二个叫做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出于资源而折磨 意思就是说 我绝对不下任何命令 绝对不下任何财势 反过来我也不接受任何命令 所以是一个纯粹只给出建议 只给出刚刚有位心理事吗 只给出引导式的问题 而不是给出任何决定 因为说真的那个部位的决定 还是回到他的部位的角色体系里面 我只是去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试着从这个角度想过 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这个内容甚至不是我讲的 很多都是网友讲的 我只是把专业的五楼搬运到 行政院里面而已 所以这个我的概念就是说 因为我没有一定是什么角度嘛 我搬运的是比如说大四平板 上面有一个余威叫做Peter Jackson的网友 真的有这样子一个网友 对那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 帮他搬运过来 所以如果这边很反对 或者甚至很神奇 他也不是针对我啊 他是针对八卦版这位Peter Jackson网友嘛 那反过来讲就是说 如果八卦版这位Peter Jackson网友 觉得这个文化部非常不专业 他也不是对我神奇啊 他是对文化部的这个立场在神奇 所以对我来讲 完全没有这个我自己的态度 或者立场或者什么东西在里面 我有的是一些价值 好比像说大家应该要平行进行 来讨论 但是这个内容本身 只要大家都觉得OK 那我也觉得OK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当然不会神奇 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一定要怎样 那但是这里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 我们的专业的事务官都是相当的专业 意思就是说 他们又想到怎么样 他们又想要把问题解决好 他们又想要方向手法等等 那当然我们这边专业的网友 因为他也是可能版主嘛 可能是在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言论资历的人嘛 他也需要为他自己的发言负责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有可能去调和两边的这样子一种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是缺一不可 就是第一个如果两边能够在白白 那我这套不一定不管用 那反而是说两边的人都很认真 但是彼此之间看起来方向相反 看起来马上就要翻桌了 那这套才可以真正发挥作用 就是去把大家的力量变成不是往外拉扯的力量 而是往内一个一个救世文是去解决的力量 那白白当然有另外一种这个沟通的方法 但是至少在刚刚电竞这个案子里面 我当然实际平均衡 因为我并没有要下什么财势 我就是把大家的争点列出来 让大家发现说 我们这个争点很可能只是因为 我对一个名词的理解 跟他对这个名词的理解不一样而已 那他对名词啊 问题就一下就解决了 有没有要follow up 或者是要需求的 好嘞 那因为现在是 您在一个政委的角度 但假设你自己是在 当事人或角度要怎么保持一个行李阶 当你有立场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安心的事情 对 其实我想这里分成两个啦 一个是说政委本来就是一个调和的工作嘛 那但是这个一个人总是 不是24小时都要上班嘛 还是要做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您刚刚是问说 在下班的时候 怎么样保持新品切合 下班的时候就不要保持新品切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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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通是我的专业 我上班的时候只有这个专业 我发挥我的专业 让大家能够达到共同利益 对啊 那如果下班的时候 这个我开这个游戏啊 开XCOM啊 他要先进去结合 这个显然没有什么道理啊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下班的时候 当然不放有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不放在 就是网络世界里面 其实我有一个爱好啦 就是拥抱小白嘛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就是说 会有些朋友来我的版面 然后给我一些人身攻击啊 等等这些 那我就会 就是专门的去回 他的语言里面 特别有建设性的那一部分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激怒我 这样子 那 对 那但是其实 其实你说我完全没有情绪吗 当然也是有情绪啊 但是就是我很enjoy 那个过程 所以 举例来讲啊 像我最近这个在纽约时报 有一篇 类似这个专栏嘛 其实 好 那那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嘛 它英文叫做 A strong democracy is a digital democracy 那英文democracy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民主制度 一个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嘛 那所以 这个其实在英文也是一个文字游戏 所以我就把它翻成 坚强民主书为民国 好 那就有一位朋友来留言说 这个看到民国两个字 完了完了要被台派出征了 那所以 像这样子就是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因为我下班时间嘛 我当然可以有一些情绪 那我看到就觉得说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啊 这个根本没有人出征啊 这是不是一个 撒造潮人的一个概念啊 那但是 我的工作 如果是在上班时间的话 我就会像刚刚讲的 就是开始静下心 然后把它理清 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那但是呢 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嘛 所以我就可以很直接的去回 说民国都好 只是行民主政治的国家 那这个就是一个据点的概念 就是说 我就是看到这里面的征点 其实只有民国两个字嘛 那这两个字 其实大海民国也是民国嘛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只是 Democratic State 是我的意思 但并没有说一定是 他脑里的那个东西嘛 所以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说 在他的言论里面把所有 有情绪性的部分 我还是感受到 而且我有情绪 然后呢 有情绪之后呢 我就会去放一个 我没听过的音乐 或者是去喝一杯 我没有这个冲泡多的茶 或者是这个很容易 因为你把两个茶包混在一起 就可以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让我有这个 不舒服的感觉的视觉讯息 这个其实是还好的 很多人身攻击跟那个 好 那让我不舒服感觉的 这个视觉讯息 我就是加上一个 一个笑觉的 或者是味觉的 一个舒服的感觉 那这个在脑里 也会形成一个 新的association 就是新的长期联想 那这个联想 还是短期联想 然后我如果又 这个心评气和情况下 我有一个这个 intervention 就是我挑里面的一个词 然后去把它 做一个创造性的解释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好了 那这个就据点了 就不用再讨论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他就没有办法 再发这个道场 我也觉得说 还不错 这个有处理到这件事情 那然后重点是我 如果当时 当天晚上有睡沟的话 这个短期职 就会变成长期职 所以我在醒来的时候 看到这种人生攻击 那我就会浮起那个音乐 浮起那个发草叉的男生 所以这个现在叫做精神按摩 就是说 每次你看到这个 如果有不舒服 那就是等于像柔到同点 那柔到同点的 重点不是你要继续去柔 那样子的话 会受伤 而是说 这个就像那个按摩一样 你放一点精油 这个加一点香味 加一点音乐 等等等等 慢慢他就柔松了 那柔松了之后 你当天如果有睡一个好照 就会写到长期职 那我再看到这些词汇 我就是充满了祥和的感觉 所以 大概现在就是 不管我看到什么词 大概都是一片祥和的感觉 就是不断地运用这样子 一个精神按摩的技巧 这大概是我下班时间的娱乐 上班时间就没有那么多 过这个重插的这个机会 大概也是这样 你好 好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其他想要询问的 如果 有 有 有 安逸兮 我有一个 状况就是说 那你有没有 说我有 好像大家都遇过 啊 蛤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当一个人 是一个反复的人 然后他 原则上就是非常相信 我们是有问题的 然后有指责的 像说在没有 在没有这些 时间可以延练的状况 放在网络上 然后或者说可以经过排会 而是在一个 直接去上 像在立法院里面 要打钱而已 所以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一个 所谓你是一个死 可以你自己一样的情况吗 嗯 我就没说 谢谢关心我还活着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啊就是我 我通常 我这个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说 谢谢关心我还活着 哦哦 对 对因为他描述我是死的 但是如果 哈哈哈 我不讲话 好像我真的是死 哈哈哈 对但是 因为他会这么关心我没有死 现在是关心我的生命 我想让他稍微过定一点 说了谢谢关心我还活着 你不用帮我这个那么交易 对不起 请继续 哈哈哈哈哈 我想想知道就是 有没有 什么样的想法 比如说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嗯 嗯 也未必要是你继续的感觉是怎么样 或许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有一个很反应对 但是万一 万一你想要沟通的话 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方法可以提供一下 对其实通常就是就是幽默 因为幽默大概是最好的一个神话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 像刚才我的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幽默的反应嘛 就是说 对方一定不是关心我的生命迹象 哈哈哈 但是 但是他说死同生命 我就把它诠释成 后面那三个字先不要看 先看第一个字就是关心成我的生命迹象 那我就很诚实地说我还有生命迹象 那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他绝对不是这个用语 可是我也不是闪躲他的用词嘛 我事实上是真没有回应 其实不是他想的那个角度 那所以这会就造成说他脑里有一个我的应该要抱他如雷的状况 但是我反而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叫做冷面是要这样好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过程里面他就会好像也忍不住也会开始消起来 那这个时候其实沟通的机会就打开了 因为他再次想到死同生命迹这四个字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他忍不住消出来的那个瞬间 然后再接下来就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的point是说他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想要激怒 那你可能也已经被激怒 这个就是不舒服的感觉 他随时都可以变成一个梗 那只要变成一个梗之后 我自己讲出来这个谢谢梗之后 或者说我也觉得很好笑 那我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因为如果有看过脑筋起床文的话 这个脑里面的那几个只有一个可以抢占孔之台嘛 所以就是说当这个怒怒变成应该乐乐的时候 这个他就已经这个记忆的那个水晶球就从红色的变成了 应该是蓝色的 黄色的对不起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方也会被我的这个情绪所带动 所以大概开玩笑大概是我最常见的一个做法 那次常见的就是他这样子就是那我会关心他 就是说你还好吗 就是就是你其实不太舒服 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对 就是说你要很诚实 不是不是去骂他 不是说好像他是就是要侮辱他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因为一个人在这样子指控什么的时候 确实他是会产生一个有点倾斜 就是不太balance的这样一个状况 对那或者说他可能会就是开始有清净毒气啊什么之类之类 那你先不要管他是在攻击你的话 你从侧面看这个人真的是在一个身体不太舒服的状况 所以你也可以很诚实的去关心他 那这两个是我最常用的 我们叫做防御急转 那但是大概目的都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到一个 稍微比较不要一直联想到愤怒的这个状态 而是可以联想到就是彼此无常关心上的 好 谢谢 OK 谢谢 好 那看大家这个题目 OK 好 那我们就继续啰 要怎么样去跟这个韩粉长辈沟通吗 对 我想很多长辈也算想说要怎么跟糖辈沟沟通 OK 其实这个我还蛮有经验的 就是因为因为我阿嬷就是淡水阿嬷 就是他真的去淡水 从小不让我讲 虔诚的记录图 天主教组 对 然后呢 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非常跟他非常亲 然后有什么事情都会去问他 但他当然有点连接了 然后他的很多的社交圈如果 他是陆港人 但是他因为家到眷村 所以很多社交圈有他陆港本来的朋友 但是也有眷村的朋友 那很多都对就是 就是韩国医市长相当的着迷 那我常常都跟他说这是好事 因为我们政府现在花在长江上面 非常非常多的经费 大概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出门走一走 那 不管是到这个文件站 或是到CG点 或到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一旦这个部分失能之后 后面就费用非常非常高 那但是当你还没有失能 你还是压健康的时候 你愿意出门走一走 尤其是晒太阳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本质 对 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 他就是很多朋友 大概都是七八十岁上下 有这样子一个动力 让他们愿意到这个就是太阳底下 然后愿意流一点汗 愿意搭一条浏览车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这个无形之中 我们的长照之处 就这样子大幅的缩减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应该要多多鼓励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兴高采力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来找我 这个娃娃有的时候 会问我的时候 是好比方说他的这些朋友们 尤其他们的一些教友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所以同时是天主教 跟就是比较喜欢 就是国民党的朋友们 那两个加起来 其实在上一次投票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一次发小旁边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而且也会传一些 非常危言耸听的这些图咖照片 等等等等 那我阿嬷也跟其他这个 他的朋友一样 有时没时就会收到 那他是还好 因为他有很多的资讯来源 就是我每个礼拜 会给他打电话 他的小孩也都会给他打电话 而且他会用Facebook 也会用Google 也会用LINE 这个在他的 他那一辈里面是蛮好的 那么 因为大部分其他的朋友 online就是online 大概也没有什么别的 那所以 就是他是一个 一个设计 比较认可的 这样一个知识中心 但是他有时候也会收到 然后就觉得 是不是真的 这个教科书 就要改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我每个礼拜 跟他打电话 所以他就会开始去把这些 那个违言耸听的这些东西 向我进行这个 事实差证的一个工作 所以 这里面的point是这样 就是说 并不是说 我要影响他的投票 当时是公投嘛 也不是说 我要挑战他的交易 也不是说 我要离间他 跟他的交友 因为我如果开始这样做的话 他大概就不会跟我打电话了 那 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这边看到的 是这些情况去跟他分享 好比像说我就会跟他说 依我的理解 就是在视线跟这个 真的的情况下 其实跟殷勤关系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都是 登记婚以后的权利 跟义务而已 等等等等 那他是听得懂的 我就把他 用他听的懂话好好地讲起来 那他说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他就会回去 跟他的交友们讲 那这个的直接的结果 就是说 他在当时投票的那天 他就完全没有去领工投票 因为他两边都逃了 想完之后 他觉得他没有要站哪一边 他就只去投了人的那个部分 没有去投事的那部分 也让排队的状况 稍微好一点 所以就是重点是说 你不知道把他拉拢到这边来 而是说你真的了解 他有一些关系 那这些关系也是因为 他真的是 觉得说如果这个成真的话 那他觉得这个世界又怎么样 那我就是告诉他说 没有就是以我的了解 大凡婚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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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在他如果觉得跟我沟通无效 如果觉得我不管他的见解 或者说我觉得他交友们 都是怎么样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反而是自觉 他的人际网路 因为他们也是每个礼拜见面一次 我跟他也是每个礼拜见面 或打电话一次 我们的exposure time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像NCC一样 要算那个描述平衡 所以在这个描述里面 你能够做到多少有效沟通 他回去的时候 其实也像我在网友 跟这个部会中讲 他也会把我一些论念带回去 那这样子的话 他本身也是一个传播者 现在大家都是自媒体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无心中也会回去去教育这边 那我这边确保 就是说我了解他的感受 但我讲的都是事实的部分 就是第三方可以查证的部分 那一直保持这个 其实他也会觉得 这个很棒啊 就是我有这个体谅到他的感受 然后我也提高他的朋友的感受 然后他也因此在他朋友里面 是一个类似知识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他也可以回去去说 这一条其实是这个意思 这一条是这个意思等等 所以这个双向沟通是还蛮顺畅的 那所以以上大概就是 我跟丹水辣妈的一些沟通的一些记录 大概这样 看有没有朋友要 好了 我是要举手的 有了没有的话 我们就往下 好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应该是要突破同温层吗 还是要突破一温层呢 意思是说 应该是 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让更多人认识同志的方法 是说 我们在已经认识同志的朋友里面 去突破到一温层去 还是说 我们现在 会听得懂我们讲话的人 大概都已经是同温层了 我们要自己在中间有所突破 我是这样子去理解的 我觉得两个都要做了 就是说 一方面是 如果你发现 像脸书啊 等等这些东西 它透过一个寄生式的AI 因为就是 对你们要好处 对他要好处了 的这个方式 在你的newsfeed上面 就是你的脸书场上面 一直推一些 你知道你会有反应的字 会来久一点 一直会看广告 那种关键词的话 那就要了解到说 这个同温层的构成 其实并不是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同 或者都认同同志 或怎么样 纯粹就是说 对同样的一些关键字 我现在还是会有反应而已 简单来讲 只要还吵得起架的 就还在同温层里面 同温层外面的是 看到这些字心里 什么感受都不冒出来的 这个才是真的 同温层外面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想重点并不是 就是 日生还是同事 年事迟 等等这些 而是说 这些字会起反应的 其实已经是少数人了 那在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filter bubble 所以 我具体的一个 运用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我的脸书 大概都是 先装了这个叫做 Feed Eradicator 的这样子一个 插件吧 那 一个 plugin 那这个插件 概念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 当你装了它之后 不管是Chrome 还是Firefox 还是什么 那个脸书的墙就消失了 所以它就是脸书墙面 Eradicator 跟除气 它把它完全跟除掉 那有相当多人在用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每天一醒来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像就是阿德勒 非常的这个励志的一句 True freedom is impossible without mind made free by discipline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吃阿德勒这一套年 可以自己打一些格言上去 大概的概念就是说 脸书它有被动的部分 被动的部分 就是这个墙面 你会一直滑一直滑 然后它按照你会对什么关键字按赞 它就知道要继续推送 有这些关键字 或有这些图片的广告 跟news来给你 那你这样子继续滋养这个AI 其实对自己的精神卫生 其实是会越来越没有好处 但是对它是非常好处 原来可以卖很多的广告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就越来越会变成是 我们这个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不滑一下就感觉好像会错过什么 的这样子一个感觉 就是成因性啊 就是这样子被养成的 那因为我大概三年多前就装了 就是 the eradicator 所以facebook对我来讲 就是跟一个浏览器一样 什么是浏览器呢 就是你是主动的 你想到一个关键字 再key进去 你今天想要看哪一个人的profile 你就去他的profile 想要看哪一个专业 就看哪一个专业 想要看哪一个活动 就看活动 想要看直播 就看直播 那我对我来讲 就是那些什么 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就是你去看 或者是要看 你去看 或者是按 按了之后 你才得到关于那个东西的反馈 所以你还是牢牢的为有主动权 而不是像滑着feet一样 就是好像只有转台的权力 而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curation 任何策展的能力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自然就突破了同文层 因为我就没有同文层 脸书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那我每次进来的时候 我在看的就是说 我现在正在做怎么样的政策 好比像说 我最近刚刚的那个牛市投书 我就会把里面的这个关键字 当做搜寻 去脸书里面去搜寻 或者是说 我之前在帮忙处理 那个登山的一站式的 那个开放山林的那个网站 那我也会把那个 当做关键字在搜寻 或之前我去 因为联合国大会 我也会把你去发展目标 来当做这个关键字来搜寻 等等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人对这些关键字 最新的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才是我的 想要回应的东西 我如果觉得我有贡献 我就会有贡献 我觉得它完全是 这个并不是要有贡献 只是要就是促成那种 就是我们叫flame war 就是大家互相骂来骂去的那种 骂战的话 那我就会试询它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把大家的注意力 引到那个上面 所以这到底就是我 engagement的这样一个方法 但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反而就会一直去 碰触到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原来有人会这样子想的 这些朋友们 因为它既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它就是对这个关键字 有一个崭新的想法而已 所以这样子的好处 就是说我就可以 完全不去管同文层 或一文层 就是完全我作为我自己 然后看到有什么 可以贡献的地方 然后去贡献 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 在用社群媒体 并不是要大家也这样子使用 但是这样的好处 真的是说我就可以非常peaceful 就是完全不划脸书 完全不上社交媒体 然后过一整天 我也不觉得我做过了什么 那我如果一回来 那我今天想要找什么关键词 我也会觉得说 那我上次找可能已经是四天以前了 那我就把最近这四天的连载 这个新翻把它补上 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你对于同志的特定的 就是词汇 甚至像同志两个字等等 有兴趣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说 那你就在脸书或Google 或什么地方搜寻这个 然后你就把那个搜寻的那一页 就当作书签 那你有时没时就会回来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看到整个 跨同文层一文层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所以这个是就这个 怎么样子去打进你 不是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人的 这样子一个具体的做法 大概就是多靠搜寻的这个方式 那至于就是大家偶尔还是要互相 这个抱团取暖一下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回到同文层就是用hashtag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警字号什么什么 这个大家都很熟的 就不需要我再讲 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 请问举手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 我还有多少 还有15分钟 好来 那试试看看 能不能再回答了三个 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沟通对方的立场很顽固 而且有严重的资讯落差的时候 比如像说历史不同族群不同 文化人权 尝试的一个海溝级的一个城市 不过他没有讲是哪一个海溝 海溝级下去 如何达成这个目标 或者是如何达成一个共识 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想要达成一个目标 你可以在双方完全彼此 甚至是误解的情况下 你只是要有个共同的目标 那这样子你就找到你能够做的部分 找到对方能够做的部分 然后就去做 然后就像拼图一样就拼起来了 但是共识就真的比较困难 共识就是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共同的了解 那这个共同的了解 我们会常常觉得说 我们要先达到共识 先彼此互相认识 先彼此是朋友 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其实现在在网络上面 大部分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都不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像维基百科就不是这样做出来的 以前大英百科是这样做出来的 大家要先彼此之间互相了解 然后再写作 然后再编辑 然后再发行 但是维基百科大家都知道是先发行 然后再写作 然后编辑就算了吧 编辑站可能有一些 但我的意思是说 先发行再写作 其实是一个非常颠覆一般的一个概念 那它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 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 要让不特定公众知道你的想法 是比较容易的 你要让你的一般的朋友知道 反正比较难用 你要一个一个去勾那些朋友 所以就是开地球总是比较省力气 你要挑哪些人要看那个齿轮 要设定很久 所以就是开地球因为很简单的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想办法弄成说 好那我开地球 我也知道很多跟我不相同概念的人 而且有严重资讯落差的人会来看 而且很可能还很酸 那怎么办呢 那我要的目的 其实只是找到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或是写出一篇有评级的文章或等等 那所以通常我的方法是这样子吧 就是说在网络上面 你如果只是问说 我想达成这个目标 到底有什么做法 很可能没有人理你 不管是PDT上或者DK上 或者大概Instagram Instagram可能会有人理你 但是不一定有用 但是总之就是说 可能是一些moral support 但是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办 那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说 我PO了这样子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很快地在底下 不管是我还是写到我朋友 还是我就是我朋友 那个去 去在底下 PO一个错的答案 PO一个这个 有问题的答案 有瑕疵的答案 那其实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专业者 那你看到一个专业的问题 你不一定有兴趣回答 但是你看到一个专业的问题 你被错误的回答的时候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所以这个就是钓鱼嘛 那你就会很容易的钓到 很多的专业者出来 然后每个人都 都必须讲电话 那讲电话之后 就大家就很棒啊 对不对 我觉得围棋是一种电竞 那不服来战啊 那这个不服来战的 这个这个问题 就变成这个加在一起 就可以我们叫做 collaboration就是协作 那collaboration跟collaboration 最大的不同就是 collaboration的时候 说双方可以彼此敌视 可以彼此不了解 可以完全是在 严重咨询落差的情况 但是还是可以collaborate 这个字 它本来在英文里面出现 是什么 被德国占领的法国 为其政府 类似汪金卫政权吧 的那些人叫做collaborator 就是说他完全就是 很痛恨那些占领他的人 但是还是可以跟他一起 做一点就是 至少就是对民生 没有坏处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collaborate的 这个精神 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忘了 这个媒介 所以这个还是要了解 这种协作的一个方法 好那到底 到底怎么样达到公式 这个非常非常困难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很可能你没有办法达到 consensus 英文的consensus 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公式 就是大家都看到一个statement 类似像这个合约这样 然后大家都能够在底下签名 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这个叫做consensus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 一开始就放弃好了 那我们通常要达成的是什么呢 叫做consent consent是什么呢 就是I can live with it 就是说这个发生了 我不会去跳楼 大概就是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我可以 我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发生 然后还活得下去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想要追求 是很精细的公式 尤其是在网路上 大概就是时间多的人 因为就是时间少了 真的没有空在那边站 所以到最后就会 一群时间很多的人 终于达成了公式 大部分已经全都没有了 这个不管是在公开讨的版 还是在群组里面都是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就达成一些 大家虽不满意但可接受 或虽不满意也不可接受 但是勉强咬牙 可以忍受的这些东西 那你都会发现说 一片祥和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 这个还好 就是不要让被力气吵这个 什么之类之类 所以就你一开始 那个目标设定 相当于重要 那当然我们有些软体 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这个常常运用的 一个软体叫做Police 那我这边因为不是 专门来DemoPolice的 所以我就只花个一分钟 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家对一件社会事件 可能有各种非常不同的想法 然后呢 我们这个软体就叫Police 会给大家看说 你的立场 在所有你的立场中间的哪里 所以也许像某种心理测验吧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在一开始会把事实性的东西 同样就是分享出来 然后接下来花三到四个礼拜 让大家问说 你对这些事实性的东西 有什么感受 所有的留言都必须要用 我觉得来开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问说 那这些感受 到底跟别人的感受 怎样互相合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设计了 这样子一个界面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 一开始进来 你会看到一个感受 这个感受你可以共鸣 或者没有共鸣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随着你按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这个avatar 就会跑到跟你相像的人的中间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首先你会知道有哪些东西 把人群割成两半 但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做人生攻击 你也没有办法去 因为要求取经济共识 所以一直逼着对方给一个交代 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回复按钮 只要我回复按钮 只要我回复按钮 有时间的人就赢了 这个是网络帖子 那因为没有回复按钮 只有同意跟不同意的按钮 反而你按同意或不同意 下一则下一则就一直跳出来 那到最后大家就觉得说 好啦 随不完一但可接受 所以我们每次跑polis的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子一个形状 就是说 大家会发现说 也许根本只有五件事情 把大家分割成这个 就是精卫分明的两三边 那其实绝大部分 对绝大部分事情 都是绝大部分相同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也许就多花一些时间 在这个上面 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在这些上面 因为这些已经吵十年了 大概吵不完的 那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只用在我们的团体决策 或者是我们的内政上面 我们事实上也用在外交上面 所以好比像说 像我们跟AIT合作 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应该怎么样 拓展台湾的群床社会的经销 自己参与 还有商业的 还有美台安全等等 我们也使用这一套方法 那这样让我们的三个礼拜下来 我们就发现说 好那有一个statement 是一半的人刚好同意 一半的人刚好反对 那这个就是 每次PRC阻挡台湾参加 国际活动社美国 就应该是为台湾 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这个就是 不管在哪一个 这个网络论坛 你只要丢这个下去 对永远比较简单 问这个谁想要有更好修成 那个就是回复按钮 要回复按钮就站不完的 所以大概有一次 去落差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用 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要去设计或者 follow up 来 我充一下海德这一串 是我写的 好来 太好了太好了 有人认识 应该是这么讲 这个东西是 我们家做的这本杂志 其实连天杂志我们家印的 然后也是我们家编的 OK 我不是特别做广告 而是因为看到军事两字 这边大概还有一半的人 我看保证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 其实都好像会反映的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所谓的精细共识这件事情 如果当吵到台湾的军事的时候 其实真正懂军事的人 在看那两株在吵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不可能有精细共识科研 因为他们两边的资讯都是错的 所以当我们就是变成是说 它已经严重到说 真正有正确知识的人的意见进不去 我们不管是用以我们理解的知识去跟对方讨论 或者是说我们想办法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简易的儿童餐 跟大家讨论 那么好 所以变成是说会问这个东西 其实这背后是一个无奈 就是说我们甚至想要推广军事的基本常识 我说的是全民国防教育等级 就是国防会有画漫画的那种 没有别说画漫画了 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国防 小英坐那台车是不是很贵 是不是该坐那台车 这种东西的basic都没有 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 就是变成说 它已经应该演奏掉每个部位在推广 他们现在真正要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都每一每都陷入这个混战里头 那我们都有看到了 现在有非常多的政府小编在过各式各样的努力 对啊 在剪刀枪 在洗猫 对 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就是从他们自己能够转化到这一步 他们自己愿意转化到这一步 这个沟通过程如果是如何达成的 其实我也很好奇 对啊 其实就是没事多有新猫都新猫没事 这个是最有效的 不过这个有那个 麻生理工学院 Media Lab的具体实验 就是你在网路上面转任何的图片 任何的文字任何图盘 它的背景都没有猫咪要来得popular 那即使是最可爱的小婴儿 也只是猫的一个零头而已啊 所以就是 就是新猫才是网路存在的目的啊 所以就是这个是各个小编都立刻就了解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的这个猫鹰这个非常的厉害 就最近甚至上班时间公然熄猫也被拍到了 但我第一次是说 这整个point就是说 我们在问的是说 我们到底要的是对方接受我们的知识体系 还是我们要的指示说 对方愿意把自己的状态放稍微柔软一点 来接受到我们的可能一两个最基本的科普的一个概念 因为一两个科普的概念 也许是很容易传递过去的 好比像说 我们接下来要开放山林嘛 那我们要秀国陪法 那怎么秀国陪法 很简单讲 以前都是管制嘛 政府不让大家去爬山 如果爬山出事的都是政府的错 都要国陪 那现在是反过来嘛 就是说那所有的这些步道领导什么东西 大概都开放了 你不要开砂石车上去 车还是管制的嘛 那但是人是就不管制的就去 但是政府就不要再过开了 那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非常容易 我刚刚这样子一讲 各位都已经听懂了 但是我如果要开始从后面的 就是什么法理学云理啊 什么之类之类 这个从这个戒严时代 山进海进开始讲 说真的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这些 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这个知识体系 是最后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或这样子的一个公文选择 它的基础 但对大部分的朋友来讲 他只想知道说 那他明天去爬山 他还要不要申请 还要不要入山镇 为什么要我点开五个网站 而且每个都要我重新输入我的名字 而且出生年月日 有的是正这些 而且是反这些 等等 就是说 他在意的是这些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破码还是说 是以大家所在意的这些东西出发 他现在如果觉得 就是 I can't live with it 就是他已经觉得快要爆炸了 那你就刚好用大家快要爆炸的 那个状态 去进行沟通 那像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实在太好了 我们只要举一下 因为他literally就是要爆炸 就是两年之前 有一个人在我们联署平台 提出说 高学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这个就是他的原子 而且他的那个内文是非常酸的 我就不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那但是在这里面一篇留言 就是八成多 都是说财政部长下台 关贸网络欢赏勾结啊 什么之类之类的 两年前一去 我竟然还记得 那但是这个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回说 报纸软体依法什么需要 怎么怎么样 因为Oracle把Java Applet禁掉了 什么之类之类的 你看我这样讲 没有任何有反应 那我们要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句话 就是说好 那你看这个不顺眼 那不然你来啊 那所以我们就 你专业你来啊 我们当时呢 开放政府联络人 我当时只教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就很诚挚的说 所有给我们财政部 批评指教的朋友 我们过两个礼拜 希望大家来财政资讯中心 一起来做一个更好的报纸软体 他只需要知道这句话 然后配上可能 这个比较好的背景 不一定要猫了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会理解到说 哦好啊 那我专业我来啊 因为 因为实在乎谁痛苦 这些最酸的朋友们 其实都是最专业的 这个提案人本身 就是设计师啊 那所以 我们的point就是说 我们在把大家要来之后 我们就把网路上面 大家具体的 这些评论指教 就是直接 直接一张一张便利贴 贴上去 他可能会洗版 那洗版没关系嘛 就算五千个人 都贴自报多 他就是一张而已 那这里面的point就是说 我们告诉我们的同仁说 你要转换你的生态 就是不是说 你要人民相信政府 这个不外可 政府要先相信人民 就是说 OK我们所做的不好 至少你看起来我们做的不好 那你就会炒的 不是有汤匙 就进厨房嘛 然后开始炒汤匙 所以就是口部的变火部的 然后在过程里面 我们只要一直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网友写什么 我们就贴什么 警探号可以拿掉 但你不能把自报 我们公务人员都有那个 自动翻译器在那里 都会去写文字 稍微先冗坠 想到就是说 老板心脏病发出来 但是这样的话 你就没有站在网友这边嘛 所以网友写自报多 你就算写自报多 网友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你就算 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这整个user journey 其实整个盘店前 也就那么几张便利 其实它指引你的美学 好比像说 这个我们的 这个最有名的美学 就是两年前你报学报到一半 还没有真的送出 目前是试算完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 五区国学局 每个还不一样的 一个吉祥舞 一个娃娃 然后呢 跳上跳下 然后说感谢你 对国家的贡献 然后你看到 等它跳几下才能关掉 那这个也是 煞累苦心啊 对不对 很想要转换你的 这个不舒服的情绪 成一个公共贡献的 一个情绪 那这个娃娃也画得很漂亮 在别的地方 一定是看得让人会心一笑 但是在报学那个当下 可能就是很重 所以才会想 对 对 所以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网友说 我想到要报学心情就不好 不要浪费时间让我心情好 使用者的情绪 这一栏根本就应该删掉 所以 所谓的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对 对 快一点过去心情 他就要这样跑 你在中间放东西 让我们自己 才会算是炎木球 所以重点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说服对方 我们的知识体系 跟我们知识体系一开始就搞错了 他只是想要痛快一下 他不是很想要中间理解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设计 其实就是这些最酸的朋友 跟被他们酸的人 在同一张桌子上 我们说见面三分几分 真的就骂不下去 在这个情况下 就一起画出来 当然今年据说有98%的满意度 但是当然剩下两% 可能是觉得毒发期很麻烦 我们明年改进 但无论如何是说 这些疗疗疗 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设计的多 而是这里面有大概几百 为几千位朋友的便利贴 他就会觉得 不是我乡至少的接生的吗 那他才会愿意去当职工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朋友 去当活学局的职工 去教大家是怎么样用心来报税软 就是因为他觉得余有容颜吗 在这里从来有几分 所以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他有参与的 他就会记得 他如果觉得他快爆炸了 那表示他觉得 军购有什么弊案 有什么不舒服 有什么东西 也许从那一点上面 去邀请他进来 邀请他进来之后 你就知道他最在意的 其实是哪一个点 也许也不是我们一开始想的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就去问说 好那从你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用什么别的方式来做 你觉得会更好 那不断地问这两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立场不一样 但是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会更好的价值吗 那有这些价值出现的时候 这些价值有没有一些创新的方法 让大家都觉得说 好了我虽不满意 但是我还可以接受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有一种 好像我必须守着这个知识体系 因为对很多朋友来讲 说真的他真的只是想要 他一个疑难发生得到解决 不要再看到那个 无举国税局的东西 跳上去 他就已经心愿已足 他管你用什么 CSSRWD什么东西 这些都不是重点 他就是不要有一个 就是把他当小孩的那种 那种设计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民主的一个特色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共同的价值 我觉得还是我们可以去缺乏的 大概这样 我们还剩一个问题的时间 那就很快的回答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要如何面对黑客 跟面对酸民 那这些黑客如果讲的是 我们资安商的黑帽海客 那就不要面对他 比较好 请这个尽量开启两阶段验证 挑这个很强的密码 然后不要在不同的网站 使用相同的密码 所有这些 在连线到网址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有一个锁头的标志 所有这些都 请这基本的尝试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购物的时候 挑选这个有名誉的电商 不要在LINE 或者Facebook Messenger里面 就把你的个子给出去 但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好好这样做的话 应该是很久都不需要 面对黑客 好 等等是这个回答 那至于面对酸民 除非你的兴趣跟我一样 就是很少这些兴趣 就是拥抱小白 就是我每天寻话多少个酸民 是感觉上我人生的高点 除非你有这种兴趣 然后愿意一直喝花扫茶 什么之类的 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就少花力气在酸民身上 因为很多酸民 它之所以会这么酸 就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一个稳定的人际关系 没有人没事觉得虚寒温暖一下 关心一下 他身体状况还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生气 那或者是说 他就是明天醒来就觉得很空虚 那他可以去人物一些人 人物一些人之后 他就获得 他在现实生活中 又马上获得的attention 就是他的关注 可是这个关注是transactional 就是说它是一次性的 因为他人和多人不开心 骂一骂 这些人也就不会再进一步认识他 所以他一直都是在一个 inauthentic 就是不是很真诚的情况下 然后明天又要跟另外一群人闹 那闹完之后 他醒来还是很空虚 所以他再去找另外一群去闹 酸民大概就是这样子养成的 那所以我们如果陪他这样子去闹的话 我们自己有这个risk 就是我们慢慢就变成酸民 就不会花那么多力气去建立长期人际关系了 所以我通常面对酸民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像刚刚看到的 就是说所有杂导草人的 所有有情绪性的 想要骂战的什么 我完全当做没有看到 可是我也不是不回 我就是回里面 我可以很具体贡献的事实性的部分 我会问他说 那你现在有什么强烈的建议 到底你有什么情绪在后面 你现在有什么强烈的情绪 到底你有什么观察和可观的事实在后面 有没有什么你观察到 大家都没有观察到的 这样慢慢慢慢 他就会觉得说两个情况是一样 一个时候他觉得不好玩 他就去别的地方玩了 因为这边一直都没法惹得到人愤怒 所以他的那个精神失良就没有 那就没有 但是呢也有一个可能是说 他发现说他可以越来越揭露 关于这些事情 而且别人也不会因为这样 对他进而言之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给一个intervention 就是说 那我这是我的办公室 我在这个空总 然而路三段99号 觉得每个礼拜三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都欢迎来找我喝杯茶 这个我很愿意跟你谈40分钟 那如果你住在这个来台北 比较不那么方便的地方的话 我也有一个社会创新的巡回 我也会巡回到你旁边 这个就是有没有空 来捡个面啊等等等等 那所以通常我们真的是 见面三分情嘛 就算隔着这种 远距的视讯见面 可能也两分情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会学到说 原来他的问题是真的 不止他碰到 常常那么偏激 就是因为他觉得 他的邻居里面 没有人在意他在意的事情 但是他就会发现说 他在意的事情 其实也有别人在意 不管是透过联署 透过等等这些方式 全台湾可能 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人在意 可是那也是2300人啊 所以他能够找得到 这2300人的话 慢慢的就没有那么算了 所以这个是我的兴趣 那但是如果大家 没有兴趣在这个 就是杜化小白上面的 最基本的就是说 你不要陷进去嘛 不要变成跟他一样 好像是只有 transactional的这种骂战 而是说尽可能停下来 去问说 那这样子 到底我有沒有因此而学到 关于荧幕对方那一端的人 更多的个人的第一手经验 要是没有的话 那就果断放弃啊 你永远可以 有一个叉叉可以按的 按掉之后 这个就海阔天空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就先回到这边 或者看大家有没有事 会想要举手 或者是聊一聊的事情 可以对位 拜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 因为我同事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所以我对于 对于您刚刚分享的 那个基金式的这个透明 我是觉得说 如何让我们的政府变成更有效能的政府 那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不是由您所解讨的议题 也能有这么有效的达到共识 才是能够让我们的政府更有效 那所以知识的传递 跟知识的留下 因为今天是非常荣幸 有唐凤铭在担任我们政府委员 才有办法的这样子有效能的沟通 但是对于其他 不是唐凤铭的那些其他的政府委员 或者是我们甚至是希望 例如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能够复制你的这样的方法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 运用一些网民的一些心理 或者是运用沟通 需要沟通的双方的这些心理的一些 比如说像您刚刚讲的 就是回答一个就是不对的答案 于是那些专业人士 就会纷纷的跳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的方法 如果能够留下 或者是能够在让其他的议题上面 能够发挥由您所开发出来的 或者是您所推广的这些方法 那不晓得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 是 那我想这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一般性的整个社会 怎么样realize到说有这样子一套方法 不过好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生年国教科 刚刚既然都上路了 我来分享一下素养教师好了 就是一些朋友们用这套方法 其实也就是教我这套方法的朋友们 他们去跟一大堆公民老师 一起去想说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教大家这些事情 这里面非常多啊 这个言论自由啊 这个死刑啊 这个压迫为奴到资源为奴 模拟法庭啊 环保啊等等等等 都是这个社会上面高度对立的一些题目了 那这些题目大概就是公民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 那所以这些朋友们就是去把这个东西变成教材教案 就是说他们在应该是高中吧 公民课堂到底怎么吵这件事情 已经老师怎么样把刚刚我讲的这些诀窍 就是所谓的焦点讨论法的这些方式 变成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让小孩看到 老师以身作者之后他们也就具备引导者这样子一个素杨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接下来素杨导向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个也是在生命国家里面去推行 那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在政府里面我们其实是有一对要点的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这些也都并不是我发明的 而是说我跟每一个部会里面的有一群大概可能三到四个人 他们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好像是我们国会有国会联络人 或者是我们的媒体有媒体的新闻联络人一样 每一个部会就是32个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大概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的这个杨敬亨专闻一样 就是去把即将要翻桌即将要上街头的朋友们 尽可能的从街上要到厨房里面 然后来一起去进行共同创造的工作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实施要点了 然后我们里面也有培训的课程 然后在就是认识行政总处的这个就是academy of civil service 甚至用英文在上外交学院也在上了 而且市场后面还输出到很多别的国家 所以这个大概已经是我们文官体制里面一个 不管我在不在都能够继续维护下去的一个东西 甚至包含我们的审计部或者我们的其他的直辖的县市 大概都在那些做的方式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在join平台上面不是只有联署而已 也包含大家如果关心所有的中长城的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网友关心什么 最关心的就是长期照顾计划 我怎么一点都不意外 污水下水道跟这个社会处宅 那像长期照顾里面他们就可以看到说 美季到底我们长照现在在做什么 十年长照现在做到第三年了 美季到底有哪些进度可以给大家分享 大家这边对合销啊对什么有什么问题 为服务可以每一个季度上来说针对合销流程 大家反应的东西我们在下个季度做了怎么样的修改 大概就是说你可以绕过 就是媒体立委政务官的这样子一个界面 你可以自己在这个直接的界面 就跟专业的事务官有这样子一个沟通 从事务官的角度来看 同一个电话他也不用接50次 每一个都不知道前面45人我一样的问题 真是蓝色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可以直接分享一个网址 所以我已经在这边做了一个综整回应 那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继续去follow up 所以我想这个既不是靠人质 也不是靠法治 因为还没有一个法律做这件事 都是一些best practice 一些处理原则而已 而是靠机制就是演算法 就是我们写了很多平台 然后所有的国发会管考看到的 审计部看到的 这些看到的 都自己送一份到这些平台上面 然后变成大家讨论的这个素材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近两三年里面 我们的一个很具体的贡献 就是不是只有行政院在管考 包含监察院也不会再说 只有我能做监察的 所有政治陷阱的系列都公开上网 让大家能够自己去做分析 立法院本来党团协商 这个完全黑箱的 现在也完全透明了 而且实际上还有很多朋友 我想加一点求评什么 国会无双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就是在Apprentice 不是实际行政院里面 慢慢出现一个新的文化 就是说没有什么面子问题 我们如果真的做不好的话 就很坦白说我们做不好 因为坦白从宽嘛 这个网友就会自己拿 这个他的专业进来 那我如果一定要面子说 我都觉得做得很好的话 反而网友完全没有办法进来 来帮忙来加入来参与 所以就是所谓的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网友的入口 那这样子一个想法其实是整个公务体系 开始有一个相当不同的一个思维 然后再来席这样子回应 谢谢 好 现场还有朋友 我想问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好 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我是想要问一下 当然就是我们没有这么聪明的智商 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其实这个讯息非常爆炸的时代里面 你工作非常的忙碌 但是你又很想关心国家社会的问题 你怎么训练自己挑重点去思考 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演讲 真的是太厉害太全面了 可是应该要很多人世上的相处 你才能够训练的这么有智慧 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训练你自己 然后找出重要的课题 然后在这些课题上贡献自己 谢谢 OK 就是有没有一个索引啊 确实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在每天每天的 这个工作里面很难去在脑里挥挡到这些重要的一些趋势啊 所以这个我本来没有要秀这张的 但是既然有人问了 那就是欢迎大家认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那这个是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现在在脑里不管是大家提到什么案子 或者是今天有一个新的企业来 新的组织来 新的谁来 我现在都会自动把它sorting到这17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这个官僚体系的这个极致之作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 联合国的70次大会去announce说 他们问了全世界的100多万人 那他们有一本书叫做One Million Voices 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在2030年想要看到怎么样的世界 就是许愿啊 放天灯啊 有大概100万产天灯 100多万产之后呢 联合国花了相当久的时间 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的去process 然后呢把它变成169项具体的指标 好比想说每个人都要有冠屏 冠屏是一个人权 这个是169项其中的一项 那但是我们当然提前达标嘛 台湾你任何地方都有10Mbps 就算玉山山顶太平岛洞沙岛 都有10Mbps 而且一个月只要499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策 这是不小心的结果 但是 无论如何 就是说我们现在偏向覆盖预期98%了嘛 所以就是剩下唯一没有的 大概都是3000公尺以上 那我们徐部长最近才说 黑音质神器可以帮忙啊 所以我们可能最后两发很快就会补上 很奇怪一些事情 就是对我们来讲 最后这两发一定要把它补上 那当然有个好处 就是说2030年要达标 我们2020年就提早达标 我们就是现在有个口号嘛 叫台湾Can't Help 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忙大家去体现这个 但是刚刚讲的 互败安全只是199项里面的其中一项 那所以这里面非常非常多项其他的 就是关于可能大家平常也不会考虑到的 很多别的侧面 那我们在联合国当然有一个网站 Global Goals 但ORG 在这边大家就可以很具体的去看到说 这17项目标 他们到底中间彼此怎么样互相interact 然后呢不管是就是从第一项开始 就是解决贫穷啊 饥荒啊 就是贫瘠 见较 性情 能量 公平承认器还如何啊 大概16个目标跟第17个 就是大家互相达成伙伴关系 所以不管是哪一件事情 大概都可以在这17个里面去找到 因为这就是当年一百多万人 203年想要看到的世界 你很难想比这一百多万人要来的广了啦 那但是所谓的No Goals Left Behind 就是说所有的爱想到的都在这里面 那意思也就是说 当你在里面看到这个分门别类之后 你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介绍 你自己的工作给其他人了解 好不像说我是Digital Minister 那但是别人可能不知道什么Digital Minister 那如果是在联合国的场域 我就说那我专门就会做17.18 就是让各个部门的资料被彼此信任 17.17就是在国际之间的部门之间去达成彼此的合作 17.6就是确保说我们是开放式的创新 是我们解决台湾的问题之后 跟你的国家一起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我们卖一整套东西给你 你要吃不吃 如果你不小心吃掉 还不出钱来 那要给我们一个港口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只想要三个 这个很简单 像多威使经卫别码的数字 就可以一下让对方知道说 Oh now where do I come from 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然后怎么跟他们之间彼此互相连接 所以如果你时间很有限的话 其实大概就大致了解这17.18是在做什么 其实不管来的是怎么样子的人 你就可以在经济的环境跟社会的标的里面 去实着找到说同时调和三者的方法 这个叫Triple-to-the-mind嘛 现在是这样的流行的 就是企业也不会再写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都是直接一些永续报告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做法 大概讲回答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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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为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讲 顺带一提有17之物 大家可以想一下你们的产业是在这17条里面的哪一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欢乐的 先拍照 我们来到欢乐的拍照时间 所以请证明将到 好的 我们去展面拍 好